我有一个宠阔兄弟 脑袋不太好使 但是家里有点钱 就是聪明的老爹生出不儿子的个事 是常有的 你看看人家的车牌照 虽然说人比较宠 但是你家不是他有钱 我兄弟呢 老板没来 那我把表交给你 为什么说他宠 花钱买了一个这个 造型就像个四不像 也不像手扮 也不像手表 老板买这个是要防身 还是开啤酒 功能就更不用说了 驼飞龙 一天误差88秒 还经常停 这个东西关键他还限量 PVD镀层 黑磨砂 关键是没什么用 还不照样掉色 你说这要是穿几件白乘衣 搞脏了 别人还以为我擦鼻涕擦出来的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绸表必贵 手表的造型 方的圆的 或者是方家圆的 基本上被做透了 你们天天挂在嘴边上什么 历史悠久老品牌 换一个材质 换一个配色 再卖50年 你像这个就不一样了 造型奇葩 功能复杂 照样大卖 长动力储存50天 800多个零件 三层甲板 把各种夸里胡涩的东西 往里面一装 告诉你很高级 有用吗 这种表坏了去专柜 等两年才能修好 什么蓝宝石镜面玻璃 屁 我告诉你 该裂还是得裂 但是它贵啊 仍仍求着买 你觉得戴这种表 气场能有两米八吗 错了 这是丑的让人忘不了 还没有我手上这个好看 大三针 大盗质解 在我看来 这个表就是一个宠货 为了捍卫我的智商 这表不能玩 你给老板说一声 为了捍卫他的智商 这个表我先替他收着 走吧 去了 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宠货